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据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 中共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在3月27号决定 免去纪文林的海南省副省长职务 同时终止他的海南省人大代表资格 那么纪文林跟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多年 被视为是周永康的大秘书 资料显示从1998年周永康主长中共国土资源部开始 这个纪文林就担任周永康的秘书 并一路跟随周永康到四川和公安部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纪文林的落马 就意味着中共当局的整肃行动已经逼近周永康了 因为给被非法关押在中共黑监狱洗脑的法轮功学员 提供法律援助中国大陆的四名维权律师 3月21号遭到当局非法抓捕 被关押在黑龙江建三江七星拘留所 27号在现场绝食营救的律师张磊表示 他得到确切的消息 唐吉田 江天勇 王成 张俊杰四名律师 在被关到七星拘留所前受到了严重的酷刑 其中一名律师还被打得现在的腰都无法置地 而他们在绝食现场的三天 每天都看到有看守所的医生进入七星拘留所 而李和平律师就质疑 律师还受到酷刑 那么黑监狱会打死打伤打残多少普通百姓呢 在黑龙江加姆斯建三江被拘留的四名律师中的张俊杰律师 3月27号已经获释 他在微博上说呢 他获释之后被警察送上飞往哈尔滨的飞机 因为腰痛难忍 他先想回郑州看伤和鉴定伤情 然后再根据情况来决定下一步的维权行动 据救援团的成员在网上发出的消息说 3月21号 四名律师被绑架到公安局后就被分别关押 张俊杰被与其民不明身份的人士拳打脚踢 警察呢在一旁观看 警方两天不让张俊杰吃饭喝水 在被关进七星公安局拘留所的时候 张俊杰发现唐吉田的胸口受伤 张俊杰出狱的时候 警方还逼他写保证不泄露遭殴打的消息 那么被张俊杰律师拒绝 3月27号 四川维权作家谭作人刑满出狱 但是被警方送往重庆一个秘密处所监视居住 拘信他的妻子王庆华和他在一起 谭作人因为调查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 豆腐渣校舍以及死难学生的名单 而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 观众朋友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